大家好,我来自老欧,叫杨玛丽,是小西徐傅 很多粉丝网友都很好奇 我认识老公多久,开始办正眼 我是怎么认识我老公呢? 很多粉丝关注我很久 那已经知道了咱们两个是怎么认识的 可是有很多新粉丝和网友都很好奇 那今天这个视频来给你们分享一下 我又从第一天认识我老公开始 我在老我呢,是在一个中国超市里边上班 然后我老公的哥哥还有他的表哥 去了我给哥哥找老婆的 他两个正常到超市来买东西 所以就认识了我 后来呢,表哥给我说要把我老公介绍给我 我说可以的 他就把老公的照片发过来给我看 我老公呢,是一个人从来不喜欢照相 他的手机一张他的照片都买有的 那天要给我发照片呢 他是从机拍了一张 拍好之后马上就发过来给我看 是很普通的一张照片 表哥给我说人怎么样呢 我说挺好的呀 表哥就把我的微信推荐给我老公 我不是喜欢他的人 然后才愿意加他的微信的 我自己觉得我不喜欢他呀 可以和他做朋友 可是后来咱们两个通过 发视频打丢和聊天 我了解我老公更多 我才发现我老公就是我想要的男人 在我梦想中这么多年以来 我一直都找不到这样的男人 现在呢,我终于找到我想家的男人了 我和老公认识的时间很短 就打算的要在一起 就开始办证件了 我和他呢,从来都没有见面过 看到的就是照片和发视频的时候看到 他的本人和我的本人 咱们两个从来都没有见过的 我在老婆,他是在中国 咱们两个就是通过发视频和打电话聊天 我认识我老公是19年5月份 咱们两个谈了 有一个都有还是两个月 6月底呢,老公在中国开始办证件 在中国这边办证件的时间也是一个月 证件才可以办下来 7月底呢,老公去老我找我 8月初咱们两个又出 老我修都办下,办我的证件 我的证件呢,时间的也是一个月才可以办下来 8月底呢,我和老公在老我办婚礼 9月初老公带我回中国 9月9号就带我去西安两间分钟 9月14号我和老公在老公家办的婚礼 办完婚礼之后,老公带我去中州 在中州待了一个月发现我怀孕了 你们听到我这样说,有可能你们不相信 觉得这样的事情不可能吧 谈恋爱就是一两个月就在一起了 其实呢,我们每一个人的反应和想法 不一样的,在中国这边呢,谈恋爱都是很长时间 最短最短的也是要四五年左右才打算的要结婚的 我老公的朋友表哥表弟 他们谈恋爱的时间都是九年十年 有的都是谈了十多年,在打算的要结婚 我和老公呢,就是一两个月的时间 对里面中国人来说呢,一两个月的时间谈恋爱 都不算是谈恋爱 感觉太多了,根本不了解,不清楚他是什么样的人 可是,为什么我和他谈了两个月的时间 我就愿意嫁给他呢 因为我老公很相信我 他可以为了我做所有的一切 我跟他说过,如果要求我 什么要求都没有 但是,我是老卧人 他是中国人 咱们两个要在一起的话,必须要走 正常陈述,通过法律法规的规定 所有的证件,必须要办齐 对法律来说,才算是夫妻 可是,获国婚姻的证件不好办 办得非常麻烦 要花的不少钱 要花的不少的时间 我老公呢,不怕花钱 不怕麻烦 他没有钱,他就借钱 他不知道证件要怎么办 他就出派出所运,出公安卷运 他在网上查了一下 找一个老我媳妇说要办什么证件 这呢,我老公一个人在中国 已经安排好了 我非常感动 他都没有见过我 可是他很相信我 他不怕我骗他 我老公为了能处到我 他没钱,他就借钱 他不知道证件要怎么办 他就出为别人 在他心里呢,我很重要的 所有的一切他都可以放弃 可是他不可以放弃我 他除了我呢,欠一屁股债 他都愿意 所以我再给他 我也愿意的和他一起努力挣钱还债 我再给他不是从他的钱来的 也不是从中国的国家发达来的 我是喜欢他的人 才嫁到中国来 我在老娃的时候 没有认识我老公之前 我也认识其他的中国人 我和他相亲的那一天 我说我的要求 他根本不答应的 他说我已经会说中国话了 我就拿着护照 然后跟着他来中国 来到中国之后 他可以想办法给我上中国库库 想办法给我连中国的结婚中 他在中国呢,他有人,他能办到的 这样的事情我不用担心 我跟他说 那你还是找别人的 我呢,想办正业 然后再去中国 他给我说 如果我给你办正业了 你去中国 走到你跑了呢 怎么办 你想和我去中国 然后生一个两个孩子 我再带你来老娃办正业也不晚的 那我说 No,你去找别人吧 这样的我做不到的 我必须要办正业再去中国的 你来老娃找媳妇 正业都不办 偷偷摸摸的出中国 这样的事我不干的 找个老娃媳妇办好正业再出中国 你还害怕人家跑 那你来老娃干啥 在中国找就好了嘛 他给我说 不是怕跑不跑的 就是 把这些 跨国会议的证件 花钱太多了 花时间也太多了 那我们想出中国 生活一点时间 挣一点钱 再来办也不晚嘛 我跟他说 那行了 不用说了 你和我看你走不太快 我的想法和你的想法 不一样的 不用说了 他以为我很笨 我不知道 其实呢 在中国这边 正常的中国人 要聊结婚众 拿的 十分钟 都解决不了问题的 必须要拿 后果不加上十分钟 两个中国人 才可以 量到中国的结婚众 我一个外国人 来中国 啥都没有 就拿的护照 来中国 就可以 两只婚众 就可以 上中国的户口 想就不用想 在中国这边 办事 不是拿钱 就能解决问题 能办的是 一分钱不花 国家也会的 要给你办 不能办的是 你拿多少钱去 国家都不会的 要给你办的 所以呢 我老公是 真心爱我 真心想求我 花多少钱 他都愿意 他一点都不怕我 他真心对我好 我也真心的 加给他 最后呢 我想给 想找了我媳妇的 中国朋友说 第一 不用害怕人家 其实呢 人家也很害怕你 第二 不用把你的钱 看得很重要 其实呢 人家的牛额 比你的钱更重要 你在怎么样的 条件 你把所有的证件 都办起 人家都愿意 嫁给你 在中国这边呢 一个外国人 没有证件 也算是犯法的 生活也不方便 今天呢 视频就到这里了 谢谢你们 过看视频 谢谢点赞和关注 拜拜啦